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27号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回答记者问表示 他和中共主席习近平就中共肺炎进行全面交流 其中包括很敏感的问题 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在26日深夜进行了至少一个小时的电话兑换 二人就疫情进行了全面交流 他问习近平是何时知道出现疫情的 川普说二人就治疗中共病毒的措施和疫苗相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流 就中共在疫情相关数据的共享问题上 川普的回答相当委婉 接着川普表示与中国关系非常好 因为中国将开始购买美国农产品 并且习近平并没有提出推迟关税的要求 川普上任后为纠正美中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对等问题 以关税为手段促使中共回到谈判桌 并达成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该协议被认为是川普政府的主要成绩之一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